我们知道 中国人爱喝茶 自古有之 别说宋代开始 豆茶活动就盛行 就连如今 家里过年过节的 老一辈聚在一起 也得泡点茶品上两口 往往很多时候都美其名曰 老了 烟酒少碰 多喝点茶养养生 可见 在我们中国人的印象中 茶一直是一种非常健康 非常养生的饮品 很多国学文化中 更是处处离不开茶的身影 然而近日 中山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 喝太多茶 可能会增加得老年痴呆的风险 众所周知 茶里面的茶多酚 是一种对身体非常有益的成分 这一点已经获得了大家的公认 且被多次实验研究所证实 但是喝茶量的多少对于健康 特别是老年痴呆症的影响 这种研究还是首次 每天喝茶比较多的人 每天喝茶超过六杯的人 这时候 每多喝一杯茶 茶的对于老年痴呆症患病风险的抵抗作用 就减弱一分 特别是当喝茶大于酒杯时 喝茶就起了反效果 反而会增加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 由此可见 茶虽好 但不能贪杯哦 喝茶过多 会导致脑灰质的体积减小 从而进一步导致神经元的丧失 而神经元的减少 又会进一步导致认知能力 记忆能力 工作能力等下降 最终演变为 演变老年痴呆 尤其 当超过一定的喝茶量 每多喝一杯茶 患老年痴呆症的几率 增加1.48倍级以上 这样的危害 我们不能小觑 长期喝酒 对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酒精是一种神经毒素 过量饮用 会对大脑和神经系统造成损害 长期饮酒 会导致记忆力下降 反应迟钝 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 严重时 甚至可能引发酒精性脑病 导致大脑萎缩和死亡 四种人 不要随便喝茶 中国的茶叶种类繁多 每个人喜好不同 喝茶后的体验也大有不同 所谓茶友千万 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健康需求 判断是否需要喝茶 以下四类 就是不适合喝茶的人群 一定要多注意 肠胃脆弱的人 茶中些许成分 本身对于肠胃就存在刺激作用 当茶友们喝茶过量 茶汤浓度太高的时候 茶内一些活性物质 就会和胃蛋白结合 这时 肠胃不好的人 便会有很强的不适感 经常抽烟的人 茶中的多酚 还具有抗氧化的作用 有助于清除体内自由基 对抗吸烟 带来的氧化压力 所以 吸烟人 却经常利用喝茶来化解 但是 茶水并非吸烟的终极解药 而且饮茶过量 会提高癌症的发病几率 因此 不建议利用喝茶来缓解肺部压力 喜欢熬夜的人 经常熬夜会严重影响身体的健康 可能导致上火 黑眼圈等多种问题 对于经常熬夜的人来说 喝茶会使大脑更加无法进入睡眠状态 熬夜本来就很累 喝茶虽然减轻暂时的疲劳 但长期会对身体造成致命的伤害 所以 最好不要在熬夜时选择喝茶 执着热水的人 上文中提到 喝茶最能引发的癌症 就是胃癌 原因是在喝茶群体中 会有一部分人喜欢喝热水 在喝茶时 也会追求烫嘴的口感 使得过高的温度 灼伤娇嫩的食道粘膜 破坏了美食与健康的和谐 这不仅会增加患食管癌的风险 还可能引发胃癌 这五种食物是很多人每天都要吃的 而且小孩也特别爱吃 会导致大脑的反应迟缓 记忆力下降 老年痴呆 过量的盐 人体对盐的需求非常低 成年人每天7克以下 儿童每天4克以下即可 过量食用会导致动脉血管受损 大脑组织的供血不足 导致大脑长期处于缺血 缺氧状态 导致记忆力下降 大脑老化 油炸食品 通常在食品中加入各种油脂 糖浆 胃精 精盐 以及某些添加剂 这些添加剂 可以让人的食欲大增 但是对人体也有很大的好处 更何况现在的孩子正值青春期 如果吃太多的话 不但会导致大脑的退化 还会导致大脑的萎缩 腌制食品 腌制食品中肯定含有大量的亚硝酸盐 致癌因子 由于腌制食品加工工艺的限制 通常会含有过多的重金属 如铅 无机身 隔 拱 过氧化质 酸价 三甲氨淡 硫化物等 甜品 每日不能摄取超过40克的额外糖分 而甜点是高脂肪 高糖的食物 阿尔茨海默病 也叫老年痴呆症 很有可能是由于摄入过量的糖分而引发的 高签食品 签可以代替其他矿物质 在神经系统中的活性 从而成为大脑中最大的杀手 那么 在日常生活中 哪些因素容易诱发老年痴呆呢? 三种情况 或会增加老年痴呆发病风险 不妨了解一下 一遗传 在一个家族中 如果父母双方有一人患过老年痴呆 那么其子女患老年痴呆的风险 就会比普通人要更高一些 二 心脑血管疾病 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体的血管弹性会逐渐下降 血管会变得脆弱 此时 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也会随之上升 一旦出现心脑血管疾病 就会对大脑的血液供应产生阻碍 如果情况比较严重 甚至会导致大脑长时间出现缺氧或缺血的现象 这对大脑组织与大脑神经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长此以往就很容易诱发老年痴呆 三吸烟酗酒 香烟当中的尼古丁 酒精当中的乙醇等物质往往能够使人体持续处于兴奋状态当中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大脑神经往往会受到麻痹 多吃健脑食物 在日常生活中老年人应该多补充一些健脑食物 如大豆 牛奶 鸡蛋 和翠风干等常见食材 但由于老人肠胃功能退化 无法完全吸收 所以不宜长期过量补充 而作为从元宝峰植物里萃取出的天然活性成分翠风干 就无需担心 翠风干含有大量多不饱和脂肪酸 是修复人体大脑细胞和神经必不可少的脂肪酸 也是大脑神经系统生长发育修复的必须物质来源 对于老年群体脑部疾病 有着显著的预防和治疗作用 而且成分天然 极易被人体吸收 可以说是无任何副作用 老年人可以放心食用补充 好了朋友们 今天小故事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